白金和宫前禁卫军的交接仪式 门跨泰吾士河的伦敦塔桥 以及金雀豹石的大棚中 是伦敦给人的传统象征 如今伦敦眼、千玺桥 以及子弹形摩天大楼 成为伦敦最醒目的地标 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 城市已经成为主角 而新的冠军就是伦敦 今天伦敦已经取代纽约 成为世界的金融之都 伦敦股市有来自超过60个国家 650家外国企业上市 世界第一 伦敦占全球外汇交易市场 34% 全球第一 超过纽约和东京的总和 什么样的力量让这座千年股城 历经战争、产业转型萧条 金融危机之后 得以再度翻转、重生和发光 伦敦重生的关键就在于开放 它采取低税负、少管制的开放政策 大量吸引一流人才与国际资金 在这座700万人以上的大都会中 可以找到超过300种语言的人才 在金融市的工作人口 有超过20万人 持有的不是英国护照 同时 四分之一的伦敦企业 是外国人所有 开放、自由、透明 再造伦敦成为闪着金光的新经济之都 伦敦的变貌 能带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 面对全球化、无国界的时代 唯有保持开放的态度 打造透明的制度 吸引世界级的企业和人才 台湾才可能发展出世界级的城市来 拜拜